欢迎来到飞碟乌子齐 今天要来说一个 也不是说说了 就分享一个音乐的族谱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个 我在恒春 真的在恒春吗 我买到一个恒春的台湾歌手的日本单曲 那她是方怡珍 对其实我以前买唱片就是走到哪买到哪 那方怡珍小姐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谁 这样子 A面啊 怎么了 然后呢 就是后来才发现 其实她也出了不少 就有一些作品了 待会再来讲 那现在先播的这个是一个日文单曲 叫做我爱你 好像之前何老师有播过吧 我点忘记了 反正 反正是一首 很卡哇伊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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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海 空 海 空 それとも言葉の違い urun 他月呀 好语 好苦 好悟 好悲 好悟 好 好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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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空 好相当 好 Autom Мар 好悟 便是 小さいけれども 本当の愛ならば どんなに 遠くに離れていても いえいえ いえいえ すぐ会えるの 瞼のあなたに我愛に 我愛你 是的 是個日文歌 但是就這三個字 唱成國語 中文 剛剛講到說後來發現 這位方怡貞前輩出沒在不少地方 比如說歌林唱片 那個時候台灣很大的一家唱片公司 然後他跟高林峰大哥 就一起唱了一個電影的歌曲 這個電影叫女朋友 男女主角是林青霞跟秦祥林 實在是令人感動 那麼你要看 這個學問就在於說 方怡貞跟高林峰到底誰比較大牌呢 名字就知道 方怡貞是擺在高林峰的前面 我們來聽一首 前奏非常的典雅 而且方小姐 方前輩很漂亮 這個電影是白錦瑞導演瓊咬原著 還有蕭芳芳一起共同演出 這是高大哥的聲音 作曲人林家慶作詞清風 你叫我難以追尋 不要懷疑就是那個清就是那個風 但當然不是那個清風 我曾經把這個傳給那個清風看過 太妙了就這麼巧 他也叫清風沒有姓 或者是這個人就叫就姓清 不知道不可考 願你把我當作旨意 我要對你最多情 我願向清風把你追尋 陪伴你共度光陰 其實這個原生帶最紅的歌曲 應該是高大哥的另外一首 就是那首《大眼睛》 那個是高大哥算是人生代表作之一 高林峰先生 《大眼睛》當然就是由瓊瑶阿姨來填詞 因為他的電影的主題曲很多都是這麼幹的 自己寫小說拍成電影 自己在寫主題歌的歌詞 我們開始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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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啦ём Top 啦啦啦啦 我可以不知道 你的名和心 我不能不看見你的大眼睛 我從來不明白命運是什麼 自與你相逢從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似乎對我訴說 好時光千萬不要錯過 不管你心裡是否有個我 我永遠為你祝福願意快活 我可以不知道 這個直咬得還蠻捲舌的 我可以不知道 我不能不看見你的大眼睛 好的 那既然這個是方怡貞小姐前輩的名字 掛在高頂峰的前面 我們當然要來聽一下 在原生代裡面 因為剛剛兩首都是高大哥的歌曲 聽一下方怡貞前輩的作品 現在因為有網路的發達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興趣查查 方怡貞是誰呢 可以上網去Check一下 那今天我主要是要趕一下進度 趕快來聽聽這個 族譜般的歌手們的交織故事 電影叫《女朋友》 所以真正同名的主題曲 《女朋友》來了 演唱《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 《既然相遇且相守》 《我想看看你的聲》 共渡好时光 携手向前走 乘风火浪 要奋斗不回头 与你同感 苦青春到白首 这个电影叫女朋友 这个主题歌叫女朋友 方怡真唱的 名字挂在高临峰前面 可是好像后来流传到 后代的是高大哥那首大眼睛 有没有 我可以不知道 像我就记得那首歌 但我就完全不记得 女朋友这首歌 同样是在歌顶唱片发行 我们现在回到方怡真 自己的国语专辑 刚刚听到的是原生代 这个国语专辑 你是否猜到了一些伏笔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日文歌 日文的单曲 我爱你 然后我爱你 这三个字唱的是中文 现在轮到他自己在台湾故乡 所发行的国语专辑 通常这种事情 以前是司空见惯的 所以你现在不要怀疑 没有错 我们马上要听的 就是 我爱你 我爱你 国语版 国语版 我们永远相遇在一起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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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 我两次有真情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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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有真也有家 要是真情 要是真情 管他多么小 天啊 海角 我们永远相聚在一起 哎哎哎 哎哎 哎哎 我要告诉你 我两次有真情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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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甚至有在不久前过世的同美金瓶大师的作曲 同时也写了一个日文的简介哦 写了非常的多 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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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多了 看不懂呢 太多了 好我们就来听听 在这张他的个人日文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这首好像很红耶 Yokoh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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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二人 幸福よ 随着 你一句 我对你的 bleach Yokohama yso screwed ください 貴方から 歩いても 歩いても 飛船のように 私は揺れて 揺れて あなたの腕の中 足音 鍵が ついてくるのよ 横浜 ブルーライト 横浜 優しい口告 もう一度 人生 方儀珍前輩的作品 在歌林詩琴所發行 日本船門公司 然后在他的国语专辑里面 作词作曲栏 你会发现一个名字叫做林文龙 林文龙这个名字 在这张他的专辑 希望你点点头里面 出现了很多次 稍后请你记住这个名字 将会出现在下一段的 这个族谱当中 他们有很多的演艺圈的前辈 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就转弯了 可是都出过唱片 像我认识佩晓兰姐姐 是因为马荣龙大哥的关系 然后后来在收集唱片的时候 才发现小兰姐也出过专辑 那么这个是N年前了 佩晓兰的作品哈九君的作词 对不起作曲 也就是说全部都是 哈老师的作曲 说声谢谢 哈九君的老师的名字 放在封面上的大小 跟佩晓兰是一样的 你们就知道这个老师在那个时候 可能备受尊敬 那整张专辑其实有一些歌曲 并不是哈老师写的 但是八九成 作词啦 作曲啦 都是他啦 哈九君老师就是这个阶段 我们要来继续探索的 因为他也是属于我小时候不认识 然后长大了也还不认识 到这一两年才在很多唱片 看到他的名字的一位音乐前辈 接下来呢 这位歌手我也不认识 他叫朱燕妮 但是同样的状况 跟刚刚的这个佩晓兰一样 他里面的歌曲 百分之九十啊 甚至是百分之九十八 不对哦 是百分之百哦 都是哈九君作词作曲 我告诉了我的妈咪 妈咪叫我不要哭泣 不要哭泣哦 他看个玩笑 那表示他 舅哥叫玩笑 哈九君持曲作品 我的幸福 我的快乐 有两个伴着我们的玩笑 变成花 你要他爱情 还有人在里面笑 好恐怖哦 我曾经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叫 你认识哈九君吗 他居然说我是没有过 原来歌坛不是只有一个哈铃 回去我告诉了我的妈咪 妈咪叫我不要哭泣 他看个玩笑 那表示他爱你 何必要不生气 我都喜欢 我都怀了 最后歌叫玩笑 所以里面呢 他就一直笑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首风格不一样的歌曲 同样呢 是哈九君老师 那你知道那时候的唱片是很可爱 很淳朴的 比如说呢 他的风底是两个生日蜡烛 然后还写着一段话 愿这张唱片给您带来一帆风顺 为什么一张唱片会给你带来人生的一帆风顺呢 哈九君编曲乐队指挥 我不爱你 乃是荒野 我心里总是惦记着你 除了可爱的歌曲 哈老师也会写这种 非常纠结的情歌 那个时代的style 歌手叫做朱燕妮 你们认识吗 我爱你 你永遠不變 只是那一開口 愛你啊我 你在心裡 下一首歌我也覺得 滿有 我們來聽聽看 因為有很多歌曲是 我沒有辦法去講它的故事 因為太久了 網路上也不一定查得到 那我們就用聽的去感受 歌本來就是拿來聽的 是一首嗨歌嗎 烈火 熊熊的烈火燃燒在山陽 你恨我 我恨你 圍繞在熊熊火焰裡 彈著吉他 打著羅湖 唱著山歌 套著山路 那熊熊 那烈火 溫暖醒我 好多音效喔 剛剛還有人在叫喔 為了表達烈火的感覺嗎 那個時代很純樸 沒有什麼電腦的特效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 甚至是用手機的軟體去拍影片 剪影片 都可能有一些音效出現 以前沒有啊 可能只能用人來真的演繹這些情緒 接下來又收集到一張唱片 哈久君本人的作品 哈老師還不只做幕後尾 彈 ATM 面祖的竟然是西方的曲目 他是一個創作人 結果說了演奏專輯 不是演唱的 而且演奏的不是自己的 還是西洋的 這也是蠻妙的 好的 好的我們繼續哈下去 哈日哈韓不如哈酒君 哈酒君這個名字也非常的酷 哈老師 她的作品確實散佈在許多人的專輯裡頭 比如說李精靈 歌琳唱片的李精靈 在那個時代沒有滾石 歌琳是超級大的品牌 李精靈小姐我們之前也播過她其他的作品 果不其然在李精靈的作品裡面 我也找到了哈酒君 等於說是那個時代 就這些人繞來繞去啦 小風鈴 就像這個時代啊 假設過了30年那個時候的DJ可能就會說 怎麼每張專輯都有葛大偉呢 都有陳建啟呢 就這個意思 所以那個時候很多的專輯都有哈酒君 送進那綠紗小窗裡 一個小風鈴 帶了我的心 五丁丁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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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素我钟情 这样专辑非常的妙 他还有一首歌是翻唱法文歌曲 这个法文歌我们大家听的可能没有很多 但这首应该多少都听过 太有名了 香榭麗鞋 我不再感到寂寞 只以為我也擁有 那勿忘我 才多藍 香榭麗鞋變成了藍色的勿忘我 不只是這樣子喔 他還有翻唱別的歌 剛剛這個是翻唱法文歌 那另外他還翻唱了一首歌 同樣的這些歌其實可能都流傳了很久 就算你不聽西洋歌 你不聽法文歌 有多少多少多少的霸彙公司 餐廳可能都聽過了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另外一首李精靈的翻唱歌曲 天直的聽 bon 天 pepp 歌еры 歌白MEI LOVE 我的愛人再见 我一定要其愛人 怎麼不同版本 歌白MEI LOVE 不願分離 總要分離 你可能听过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但这个是另外一个歌词的版本 李精灵的演唱 李精灵轻轻不要忘了愿意 纵然别离 两颗心在一起 纵然是相思虎 回忆是却甜蜜 人命定老天候 人命海枯湿蓝 我们就这样约定 这样约定约定 李精灵在当时真的算是歌林唱片的重要歌手吧 因为真的收集到好多他的唱片 而且里面的歌曲都蛮好听的 接下来这张作品很厉害 标题是不要告别 里面的歌真的很多 都是后来被不同的人演唱过 所以你可以讲说李精灵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原唱的魔王呢 可是也许后来流传下来的不是他的版本 我们现在听到接下来就有歌很经典 叫做《友情》 林文龙作词作曲 林文龙出现哦 在这样专辑里面呢 也有一首清风作词的歌曲 真妙了耶 以前这个清风跟现在这个清风都很会作词 而且都是那个山字边的风 然后清草清的清 江湖 今天是一個族譜的概念 在蒐集這些唱片的過程 這也算是一種樂趣 就是你在看A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B的名字 看到B的時候 不小心看到C的名字 又看到A的名字 然後它串聯在一起 就這些人來來去去 這些歌來來去去 比如說友情林文龍老師的創作 是的 在歌林唱片時期 林文龍自己也出過唱片 而且造型非常的有異國風 他也唱這首歌 他自己下的 他應該也算是個才子 這是在嘉義的恰順 所買回來的古董店 周上人生旅程 要真是有盡可貴 失去的友情難追 成根相互願意 山耀中有盡的光位 雨永遠永遠那麼有盡 問我你心中 小時候我就記得有一首歌就是 友情 友情人人都需要 友情 電視上常常在唱 我根本搞不清楚誰是誰 現在才搞懂這個林文龍寫的 然後李精靈演唱了 誰先誰後呢 不可考 當然我知道網路上有很多好厲害的人 都會把這些史料寫出來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今天感進度真的好感好感 繼續同一張專輯 林文龍的另外一首歌 《愛情好像一陣風》 愛情好像一陣風 慢慢地吹過來 離開 輕輕的風 悠悠的吹 吹在我心懷 你也好想一陣風 悄悄地跳過來 蓉蓉的甜 柔柔的意 還會在我心懷 就怕風兒回來 風兒又要離開 依然愛吃水風飄來 你為什麼又要離開 愛情就像一陣風其實並不是他的主打歌吧 因為在林文龍這張專輯的封面 沒有看到愛情好像一陣風 請你記住這首歌 到底誰又翻唱過這首歌呢 愛會在我心懷 剛剛我們聽到愛情好像一陣風 那麼是林文龍先生寫的自己唱的 事實上剛剛提到的李精玲 也在他的某一張專輯唱的這首歌 而且是標題歌 也就是說是主題歌 愛情好像一陣風 因此他們兩個的交集 還不只是只有一首有情而已 是兩首喔 愛情好像一陣風 慢慢地吹過來 愛情好像一陣風 愛情好像一陣風 愛情好像一陣香 愛情好像一陣風 我怕風兒吹來 風兒又要離開 既然愛情隨風飄來 你為什麼又要離開 你也好像一陣風悄悄地飄過來 濃濃的氣 柔柔的意 還會在我心旁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子 很多歌唱來唱去 不是你唱就是我唱 可是最後誰唱紅了 誰流傳下來了 真的是不好說 這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非提吳子棋 今天登場的是 翻唱奇人 那我們就再翻唱下去咯 不過就是自己翻唱自己的代表作 隆隆隆隆隆隆time ago的 松田聖子琉璃色的地球 夜明けの来ない夜はないさ あなたがぽつ理由 灯台の竜岬で 暗い海を見ていた 悩んだ日のある悲しみに くじけそうな時も あなたがそこにいたから 生きてこられた 朝日が水平線から 光の矢を放ち 二人を包んでゆくの 琉璃色の地球 這首歌曲 在去年被他自己 拿回來翻唱了 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是 松田聖子出道四十週年 他出了一個新專輯 有翻唱 有新歌 作詞曲 石山輪 透明蓮子 有明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首过去曾经被林慧平翻唱过 也是松田顺子的代表作 又要回到他少女时期的原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色の汽車に乗って海に連れて行ってよ 煙草の匂いのシャツにそっと寄り添うから 何故知り合った日か半年過ぎても あなたって手も握らない I will follow you あなたについて行きたい I will follow you ちょうびりや 人が弱いけど 素敵な人だから 心の岸辺に咲いた 赤い sweet me 里面有一句英文的歌詞叫 I will follow you 事实上在这个四十周年 纪念专辑里面 就收录了这首歌的英文版 在那里我们也有空 beneath the rain Oh no 只是坐在站上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tell us What to do No one waiting For the train to come And I looked into your eyes 那么那一句I will follow you 应该是会留下来的 对不对 本来就是英文 这张2020的40周年专辑很有创意 因为去年是2020 2020 2020 2020加20不就是40吗 就是他出道的年份 除了这些经典歌曲不同版本之外 当然也要来庆祝一下40周年庆 40s party 40年派对 专辑里的新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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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你一定会感受到一点沧桑感啦 毕竟都是哦哦哦哦 不能说欧巴桑 比起那个少女的时候的那个透明的声音来讲 还是非常有少女风的松田圣子 好厉害好厉害 她真的就是竟然杠尘封破浪的姐姐 因为像我跟何老师的偶像 终身名菜就比较辛苦一点 那松田圣子当年也传说 就是用尽了一些心思 介入了一些感情 这个跟终身名菜 简直是歌坛跟人生的死对头 公司两面都是一个对手 这些八卦很多啦 但是走到后来 松田圣子不管婚姻啊 或女儿也出道啦 或是到现在都还可以发片呢 这些状况来讲 其实蛮厉害的啦 因为你这个不可能没有经历过风霜 可是我们的终身名菜就比较辛苦一点 哎呀 老十二 旅行 老十二 老十二 老五 老十二 老十二 魅力 世界 恋 恋 居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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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